Hello 大家好 我是Zoanne 今天應該是我第一條關門後坐下來拍的影片 所以有點緊張 這條影片是一個基礎護膚品冷人包 會說五件我這麼多年來經常都回購重複使用的產品 其實一直以來也有很多觀眾PM我 特別是轉櫃 接下來我會介紹幾個五件產品是不同膚質 早晚都可以用的 還有一些功能性都很全面 亦都是在香港很容易買到的護膚品 如果你們對這個冷人包有興趣就繼續看下去 第一件產品就是這個Free Plus的洗面膏 應該在我去年的一個聚愛片 或是年度聚愛護膚品片 應該都介紹過幾次了 其實現在年紀大 就算我是混合性皮膚 或者以前是油性皮膚的情況下 都不應該用一些太乾身的洗面膏 用完之後拙著臉那種 即使用到臉乾真真的洗得過分多油脂的洗面膏 其實對皮膚來說是一種傷害 油脂分泌會更加不平衡 另外我也知道有些乾性皮膚的朋友 可能之後早上只用清水洗面膏 那我自己就真的不行了 所以我之後早上都會用它 或者晚上因為徹底洗完妝 那你臉都應該是乾淨的 然後你再用它 清潔力也是足夠的 那我覺得它起出來的店舖 就不算特別封眠 除非你再用起泡網 或者起泡球去幫忙 價錢不會太貴 在香港其實都買到 然後就是這麼多年來 應該由中學陪伴到我現在的肌鹽水 開架至愛的產品裡面 應該很多人的名單都是有它的 那麼其實這麼多年來 我用得多的是它的清爽版 因為濃潤版對我來說是有點黏了一點的 所以我整個春夏或者甚至秋天 我都可以用到這個清爽版的 那我覺得它的用途有很多 你可以用牙縮面膜濕敷 你可以用棉花濕敷 然後你可以用棉花去抹臉 即是做到一個三次清潔的效果 或者是你可以就這樣拍上臉 其實都是做到的 然後它的功能其實很簡單 就是很單純的保濕 而且它的成份其實都比較簡單 所以如果你皮膚敏感或者是不穩定的時候 用它都不會太過擔心的 那我通常如果冷的時候就這樣拍上臉 如果不是晚上我都會有空做一些濕敷的動作 都會覺得皮膚是即時有保濕的 第三件產品就是Dermacep的 這個10%唇維他命絲精華 其實我在兩三年前的最愛影片都介紹過它 當時我是叫它做去印收毛孔神器 很多觀眾都經常會問我一些去印的產品 其實我都經常介紹這一枝 因為它在我身上去印的效果真的非常明顯 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是它是大肚婆都可以用的 大家如果有追蹤我從大肚到現在的影片 應該都知道我在初期的時候 皮膚真的長了很多暗瘡 如果還記得這一個連續三顆的暗瘡印 後期我真的只是鼻子出很多油 然後這兩盒的位置又很乾 所以油脂分泌不平衡 其實毛孔比起以前就再粗大了 有時候可能休息不夠又會暗瘡一點 然後我就開這支C10來用 我用了一大半的了 用剩下這麼多左右 我會大概滴三四滴左右在手心 然後就會搓勻它 然後就會這樣按上臉上 它用了一個星期已經會看到很明顯的效果 它是一支真的很少數在短時間內就會看到效果的產品 它主要有三個功效 在我身上 第一就是去印尾白 例如我之前生了很多暗瘡印 其實我在大肚期間或者現在 我都是靠它去印的 整體膚色其實我的印都真的淡了很多 第二就是我覺得它可以做到提亮 還有令皮膚整體有光澤感 最近我坐雨期間也有很多親戚朋友 都會來探討我 他們說我的臉色明顯是好 在我素環的情況下 我在家也不會化妝 第三個就是收毛孔 如果大家是有化妝的朋友 就更加會知道臉盒哪個毛孔粗大 對化妝來說都會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會卡粉、頭粉等 用了它之後都會覺得這個問題是改善了很多 還有它是一支純維他命C的精華 它就可以發揮到維他命C最大的功效 容易給皮膚吸收 它是可以落到真皮層的 就可以進入最根本去改善皮膚的問題 亦都可以更加快看到效果 下一支要推薦的就是一支 我相信所有女生都需要的保濕精華 我掙扎了很久 這麼多年來我用過 我覺得最適合全膚質使用的保濕精華 就是我其中一個愛牌 Cordale的這個保濕精華 其實這支是一支全新的 因為我已經用完兩支 每次就大概用兩支 我覺得它是油性皮膚 都不會覺得很黏 亦都是吸收得很快 然後乾性皮膚 都會覺得它是夠保濕的一支精華 所以我覺得真的適合全膚質 早上用它用來上妝 是不會起擦膠水 你晚上用它都會覺得是夠保濕的 其實大家如果日後有用防曬 或是之後會上妝 就記得選擇一些 最好不要選擇一些 啫喱狀的保濕精華 因為都很大機會是會起擦膠水的 但這支是一些類似乳液狀的精華 但它分子很小 都很容易吸收 但它吸收完之後 不是塞進去的 其實它都會有少少殘留在表面的 保護膜 又不是去到像Silicon質地那種 我覺得它的質地是很討好 亦都是很保濕 秋冬用也是足夠的 沒有記錯應該是三百多元左右 就算你是比較小預算的女生用它 應該都會有得到 所以我就推介這支給大家 最後一件就是臉霜 臉霜我也是想推介保濕 我選了一個性價比最高 而是質地很好的 適合全膚質 我就選了它 阿Fien的這個 Cream & Gel 它是一個保濕系列 又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是一個很基本的保濕臉霜 但它的質地是很特別的 因為它是很像Cream 但它又是啫喱狀 它改的名字是很適合的 它是一個Cream & Gel之間 那你說它是否真的很清爽呢 就不是的 它塗完之後是絕對有感覺的 但它也不是很黏的 不會吸收不到 萬寧屋城市那些便會買到 還有阿Fien的產品 經常都會做一些 不知買兩件便會有多少折 而就這樣買它的價錢 其實都是三百多元而已 我也是覺得這個價錢的範疇 也適合大部分女生的預算 而且它也適合全膚質 我覺得就算你是乾性皮膚的朋友 都不會覺得好像用了一陣風 希望你也喜歡我這次的懶人包 如無意外 下一條影片應該就是我的生產紀錄 大家就要期待一下 因為我還需要一些時間去剪接 好了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請大家 Раз yo 下次見 我來分享一下 你的腳 我再生日從無意外 你應該知道 我 我